你的大腦能在心臟停止後存活好幾分鐘 但是如果你的大腦決定休息並停止工作5秒鐘呢 你會瞬間腦死亡嗎 如果你經歷這種情況其他器官會怎樣 在你的大腦回復運作後你能正常生活嗎 這裡是What If 這次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的大腦停止工作5秒鐘會如何 你的大腦十分重要 它控制你的思想跟動作 以及其他使你活著的身體機能 這個神奇的器官能在心臟停止後能持續運作6分鐘 但有時候人腦需要小氣一下 當大部分大腦活動停止時 你會進入昏迷或植物人狀態 這些狀況可能會是短暫或是永久的 但這跟大腦完全停止運作仍然有差 如果你的大腦停止5秒鐘 所有你的脈搏、呼吸、血壓都會跟著停止 但是如果在5秒後 你的大腦又恢復正常再次運作呢 你也會跟著恢復正常嗎 很抱歉打斷你 如果你的大腦停止運轉5秒 你就腦死亡了 而腦死亡是不可逆轉的 雖然在那一瞬間 你可能看上去還沒死掉 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沉睡 因此在宣布您的腦死亡之前 您的醫生需要進行多項測試 它們會對你的眼睛照明 以確認你的瞳孔不再有反應 它們也會檢查你是否有任何疼痛反應 以及嘔吐反射 一旦確定你沒有脈搏及其他腦部活動 你就是臨床上的死亡了 難過的是沒有任何挽救的方法 你的大腦無法在5秒後回復原狀 但你的身體又如何 沒有任何醫學幫助 腦死亡會導致多數器官衰竭 失溫及呼吸衰竭 因為你的肺部不再運作 你的身體無法獲得新的氧氣 心肌會開始死亡 只要一小時左右 你的心臟就會停止 但死亡過程可不會僅止於此 在你腦死亡後大約一周 你的腎臟將開始衰竭 免疫系統也是 因為你的大腦不將再製造出 體內所有生物過程所需要的荷爾蒙 如果這一切都有好的一面 至少你不會受到折磨 你不會感受到任何東西 但那是因為你死得很徹底 如果你是註冊器官捐獻者 醫生也會有辦法在腦死後 維持你身體的運作 他們需要將你的器官 存放在健康的環境 所以他們會提供必要的藥物 激素以及輸液 他們也會讓你繼續使用呼吸機 呼吸器能替你的肺臟充氣 以保持心臟跳動 只要有氧氣 你的心臟就能持續跳動 這段時間內 醫生會用毯子蓋住您的身體 以保持溫暖 你會看起來像是進入睡夢一樣 一旦醫生取走所有他們需要的器官 這項作業就會停止 繼續使你的身體生活 再沒有任何道德意義 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為你的器官對於等待器官或組織捐贈的患者而言很重要 大多數器官來自腦死亡捐贈者 腦死並不常那麼發生 在每200件醫院的死亡案例中 只有一件是腦死 所以你能了解為何器官移植如此困難 或者你沒有腦死亡的話 應該不難了解 但如果你在昆迷狀態永遠醒不來 會比腦死更好嗎? 那聽起來像是另外一期What If的主題了